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淘宝队勇夺亚冠 这喜事 但是你看这个真有意思 我觉得近些年 有好几件事都是这样 就是那种 一好了就变坏 就是他老是不能让人痛痛快快的去赞美你 老是整出点 你比如说咱就说的那个票房冠军 捉妖记 对对对 很好的嘛 这么好的成绩 电影也很好 电影也很 创了一个记录 对吧 捉妖记 结果呢 飞到最后 狗尾虚雕 搞点假票房 你有什么 最后还是没超过素七 差一点点 真的吗 当时不说已经 没有没有 结果统计数字出来 素七还是中国的票房第一位 加上幽灵场 加上出来也没超过 他是国内冠军 就是国产品冠军 没问题了 但是要本来是想超过素七 要成为所有的冠军 就在中国的所有的电影 素七现在还是第一名 所以呢 我是说 类似的这个转折 也发生在这个恒大的这个这个淘宝队 淘宝队 这淘宝队呢 你得了冠军 但是突然间新华社 哎 发出的这个文章啊 说 中国足球更需要契约精神 拿试剧杯 更蒙羞 就是说 你这个恒大 人的发了声明了 就本来这个球衣上 要穿这个赞助商 据媒体报道 我在这 你这多少钱吗 东风 日产 这个启臣 买断了 因为这是他的一个一个广告的一个策略 上一次非常成功 因为上一次他们在决赛业 换上了恒大兵权 所以一下子恒大兵权就名声特别大 起到了很好的广告作用 但因为那个时候你还没卖出去 是属于你的这个胸前广告牌 但是从2014年的2月17号开始 任东风 说是 据媒体披露啊 赞助金额高达每年 一亿一千万人民币 一亿多人民币 创下了国内体育商业赞助的记录 可是在最后的这个这个决赛上 他们突然还成了恒大人寿 人家就说了 有的网友就说 你这个恒大人寿 你最要以诚信做宝的 这么一个品牌 却干了一个违反契约精神的事情 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 广告的目的就是让人知道 所以现在这样一吵 一打官司啊 更知名度大家都高 人寿 对 人寿也很多人记住了 东风日产啊 比他那个广告还厉害 现在大家都记住了 东风日产这款新车 接下来这个这个打官司 还会打一阵 上这个版面的机会会更多 可是看你要付出代价嘛 假如这种官司的话 打下来要赔偿嘛 假如你违反了合约精神 所以上文涛刚说什么 往往好的事情啊 后来就出了总是那个 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觉得从正面看嘛 从正面看不错啊 以前我感觉以前都习以为常 现在出现不表示以前没有 是以前有了 大家 I don't care 我根本不管 我说管了没人报 我说报了出来好了 大家不打官司 就大家把它谈一谈就 没事就解决了 我觉得这样很好啊 这样因为我们看到以前 香港也是这样 一个一个这样官司 原来让我们学懂了 什么叫法法制精神 什么叫契约精神 我们从正面看嘛 以前以前一定有的嘛 以前以前可能更荒唐 可是没报出来而已啊 他这个就是说呀 好像就是之前有跟东风方面 说过他们想换 但是这里边涉及到 这个违约条款 人家没同意 没同意 后来徐老师掌握点八卦是吗 他谈了很久了 他就是说他想测 他想测 然后他们肯定 我我才好 那下面这帮人啊 肯定算过账 就是说他 最坏我们要赔多少 可那个人寿进来 那天晚上 他收入是多少 他也许算算 他可能不赔 或者甚至还有多 所以那就那就那就打吧 不过你说的对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契约精神吧 这个在中国也是个新东西 而且呢 还新东西 那我们就还是新东西 还是新东西 因为中国过去还是 还是强调身份嘛 中国现在很多事情还是强调身份 不是强调契约的 不过我总觉得这个恒大还挺好的 因为俱乐部队啊 这种比赛啊 他拉动了一批粉丝啊 他们跑东跑西 这场是在广州啊 他的票价最贵啊 超过那个巴萨黄马的这场 他的最 这两场球是同一个是晚上八点 一个是半夜一点 这是后面那场是全球关注 全球有多少亿的人看 但是最贵的票 没有恒大的票贵 恒大三万九千多 啊 人民币三万九千多一张票 我不知道马云是不是买的 这张 但是他是真的 而且啊上一场 在中东梯啊 整整一大看台 全是中国的 恒大的球迷 你想他们都是坐飞机 跑到那里去捧场的 所以俱乐部的铁杆粉丝啊 是这种联赛 职业联赛的基础 很好 我看那个微博上 好像还有一个土豪 就是花了三万多 买票去 但是你知道他说 他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就近看马云和许家印 他是马云和许家印的粉丝 所以 真的这成了一景 你可以看看这一段 咱们就不用花三万多也能看 我会问我的哪个 说你的故事 你是否还记得 您笑得很开心 我蛮喜欢马云的 他最近这一两年常来香港 喜欢他 除了因为他姓马 还有他 你也姓马 对 他那个 对啊 我准备把我户籍改在杭州 跟他 你们俩加起来就姓冯 是冯要告诉你 他懂得笑 他是我注意到的很小的中国的土豪级了 企业家 懂得笑 有感情 我觉得他是活生生的人 我不晓得 别人都是死人 可能偏见吧 不是喜人 是不敢 不敢表现 他是活生生的人 我看到中国的企业家 每次一在公众场合 都是那个嘛 都很谨慎 因为你讲错任何一句话 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或说过一天就人间蒸发 你觉得马云马云 香港还骂过李嘉诚的 他说李嘉诚什么 大概的 我忘了 靠边站之类的 再说是我们的年代 骂完再道歉嘛 是吧 那那也是敢爱敢 敢恨 香港哪个企业家敢骂李嘉诚 给我们出口气 香港码头工人敢造李嘉诚的烦 对 我就说你像这个这次比赛 大家就在说前一阵 这个国家队对香港队 徐老师你是球迷了 他为什么搞这个俱乐部 他就这么牛了呢 为什么这个国家队 就与此同时 你刚才看见蔡建华了吗 蔡建华这次给骂惨了 骂惨了 然后他们就在说这个时机 就刚巧在这个恒大淘宝队比赛决赛的时候 中国足协发那么一个道歉的 长文了几千字 里边说了半天 大家觉得不太诚恳 你觉得呢 俱乐部队们很多外援呢 他里面相当部分的是外国球员 踢进球的都是外国球员 有韩国人 有南美的运动员 这是一个实际的技术原因 另外我刚才话没讲完 就是俱乐部队的比赛啊 其实是一个社会 帮助一个社会安定的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你看美国那些男的 工作也那么辛苦 社会那么多问题 医疗也这么差 可他们不造反的原因 就是他们礼拜天啊 都到球场去了 而且他们一定爱自己的这个地方 爱得不得了 橄榄球 冰球 棒球 NBA 而且票价都那么贵 就是男人呢 到了礼拜天 礼拜六啊 全部定期的吸引到 中国的足球 虽然踢的不怎么样 但是这个足球据说市场很大了 这个俱乐部队市场已经非常大了 就是说他的钱啊 已经远远比 这些踢 你别看踢足俱乐部队的 这些运动员的钱啊 比奥运拿金牌的运动员 钱都多了 对而且 而且像英国啊 他不仅是周末跑去运动场 重点是他跑去发泄嘛 跑去把他的那个那个暴力 语言暴力 身体暴力出来 所以他们叫做周末流氓 平常不仅是工人 有些还是白领的 他们非常期待周末 到了礼拜五晚上已经在谈 甚至讲好我们这个周末要打谁 找了什么机会要要起哄 打起来 然后好了 当了两天的流氓之后 礼拜一又很斯文的 做良民 对良民跟 然后穿上良民回来谈的 还是刚才 昨天那个球赛 老板啊 不喜欢看球也要去看 你以为这些老板真的喜欢吧 不是 他要 怎么来说 汇聚明星啊 你知道 你要是不看的话 你跟那下面员工没法沟通 所以美国有很多人 橄榄球本来不喜欢的 也被迫去看 就是为了社交话题 哦 中国渐渐 中国渐渐也要建立这么 现在本来中国寄希望于乒乓球 可是乒乓球那个联赛 这个周末最不爱 对 所以我最近也是比较集中的 看了很多那个大婆打小三的视频 主要是为了今天见到马家辉 跟他有的聊 没有共同语言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刚才这个嘉惠讲到这个契约 我看他有些人把这个事看得很重 就胸前广告门 你看是什么让恒大敢于一而再再而三的违反赞助合同 背叛忠心耿耿的赞助商呢 在东方日产那条声明下面似乎已经有了答案 众多恒大拥护者们认为 只要恒大支付了违约金 临阵换个赞助商又能怎么样呢 甚至有人放言东方日产不想赞助 想赞助的大有人在 但这种想法真的是大错特错 有资深体育评论员肯定的指出 恒大的这种行为如果发生在极为重视契约与信誉的欧洲 那他们将永远无法迎来新的赞助商 阿布敢在切尔西打欧冠决赛的时候 把三星换成自己旗下的企业吗 对这是重点 因为不仅是看这一次的事情 因为那契约精神往往是后面 当你没有这种精神的话 你后面没人敢来投资 我买了你某个时段 某个广告的 那个完全没办法来计算那个收获 这资本主义最核心的部分 其实契约精神 徐老师说的对我也是比较陌生的 我比较熟悉的就是草莽精神 你看咱们这个改革开放30年 我见到的很多企业家 老实说我很佩服他们 但是我更佩服我经常跟人说 我是这个草莽英雄 他身上有一种草莽 什么叫草莽精神 你往某种程度上讲 就是我说的一个 有条件要上 没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上 你知道什么叫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就是说 你得吃亏 契约精神就是说 有的时候你就得克制你的贪心 对就差这一哆嗦了 很多人就可以说我赔完了吗 但是我这个战略目的是更重要的 我跟你说 我自己都觉得 我签过的很多合约 废纸一张了 因为彼此都知道 真要干什么的时候 战略目标最重要的事情 其他的事情该赔就赔你 对吗 但是我觉得所谓草莽精神 和契约精神的对立 就是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 你知道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 有的时候就是一种输打赢药的精神 重点是草莽精神 要成立的话 一定有另外的条件 是说我根本可以不赔 其实草莽精神 你刚说好 我就干到底 我大不了赔你 可是我们看到很多的草莽精神 他最后总有一些方法 你看到是草莽 那个方面而已 其实有流氓的那方面 他根本不赔 他给人打个电话 或者说用其他的方法 他不用赔 保一词就是草莽精神 点一词就是流氓精神 其实契约的对面是身份 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的最核心就是身份到契约 身份就是说以前的人 就是关键是你是谁 你父母亲是谁 你是什么位置 这个是最重要的 现代社会呢 你连什么国家的人都可以宣示改变 契约能改变你的国籍 改变你的婚姻 什么东西都是靠契约就靠你的自由意志 中国很多人 我相信包括很多恒大的粉丝到现在 他们认为恒大现在是国民英雄 搞得定 东风日产算什么 你看我就想起 就有的时候你还真的说 你像我们香港凤凰卫视 我们就是一个这个内地人士和香港人士合作的这么一个台 我觉得各发挥优势 但是不是说互相没有看法 你看有的时候 你看要是大陆人就会觉得 这个香港人啊 你这个血就不热 就没有热血 这么重要的一个节目 对吧 你非得说 咱们这个预算是多少 跟谁签了合约是多少 什么这些条条框框 教条主义 对吧 措施良机 你看很多时候反而是我们内地同事就觉得 这家打破一切规范 什么没有预算 没钱 借钱也得把这事给办了 你看 他有的时候会有这么一种感觉 可是两个不冲突吗 当我们讲到契约精神 我当然要替香港人说点话 这说其实有一个时间的概念在里面 你永远不知道我炒莽 我这次打破了 用我各种的手段 我成功了 然后我再来再来 当你没有一个契约精神 没有一个稳定的 可以估计的投入跟回收的 估计的条件平台的时候 你永远不知道到了地址次 你全部亏了 你懂得炒莽 你懂得流氓 别人也懂 你这一次身份比你大 我赢你 我吃定你了 像子东刚说那句话 我们香港人非常陌生 搞定他 搞定 搞得定 什么叫搞得定 我们要看看 看着合约了 下一回 原来你的身份比我大 我搞你不定了 我前面赚了多少遍 全部没有 我告诉你 香港不是有某个电视台买卖吗 其中一个重要的股东 是台湾的 台湾来了 他后来打官司 跟一个香港股东 这是他讲出来 就发生这种事情 他说 我被骗了 为什么被骗呢 那个香港的股东 找我去吃饭 谈的事情 我去就很奇怪了 我一个人去 怎么他带着律师在旁边 他说我们台湾人谈生意 一句就闲话一句 就把它解决 那谈定了 原来不是那回事 原来他代言律师 他另外根据他们谈的东西 那律师就炒 马上录音记下来 炒你条款 炒你了 有利于他老板的那个条件 那你说的 我不写进去 可是你说的 我明明他也同意了 我说的 他说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 只是合约 我写在那边 所以我意思是说 当你没法来估算的话 你永远不知道 你会栽在哪一次里面 其实也是保障你自己 对 所以说呢 你看你们香港人呢 叫赚钱 我们呢 叫抢钱 抢着就抢着 抢不着也很有可能 对吧 而且你说像上次周星驰 那个跟那个华仪之间 哎 那么就是 就我觉得这个官司 太有意思了 就是说这个 就是说双方通过电邮 把这个事情 就是说票房 票票票超过某个之上 利润该怎么分 通过电邮都同意了 都确认了 但是到最后 周星驰一方 那个代表公司 大官司就是说 哎 但是最后法院呢 支持华仪 为什么呢 没有签约 为什么没签约呢 就是大年三十就过年了 这个邮件放在这里 但是说我们这老总呢 他出去度假 他不在 等过完年回来再签 结果就没签这个字 可是呢 当时周星驰这一方的理由 就是说拿出所有的电邮 就是说你看 我们这个前次的电邮 双方对这件事都同意了 可是你这也没用 你都同意了 你在合约上 正式合约上 对方没签字 所以最后法院 北京的法院吧 就就就判这个周星驰这方输嘛 也挺冤的 你说 对 我不晓得 因为因为可能他传了电邮 对方没有确认 不然的话 电邮 不要说电邮啊 手机上面的通讯 都可以被承认的 只要我们 经过公证 对 是吧 我记得有 假如没有公证这一步 他那个有他的法律基础 可能是没有确认嘛 比方说我跟你提个条件 你根本还没回我嘛 你过年嘛 所以你可以不同意的嘛 可能是这样嘛 我没有研究案情 对对对 这些咱们还是找点这个 咱们容易明白的事吧 容易明白的事呢 就是 有个有个有个 应该祝贺的 就是这个 冯小刚 冯小刚 咱就刚才讲了 冯小刚 还讲这个什么华谊 这冯小刚 得了这个 金马影帝嘛 我给 现在就有一个 那个叫 穿越时代的新闻标题 我觉得 这里边包含的意思很多 叫做什么呢 今天晚上 正在北京开演唱会的 冯小刚导演 在台湾 获得了最佳男演演讲 你说 这是不是挺有意思 两岸三地嘛 你可以看看 可以看看 咱们看一段 是这意思吗 哈哈哈哈 陪我经过满风吹 在台湾 开始是无常 看 撒撒电话 那些被爱 所付出的代价 是永远 都感到他 所以 金马奖的大赢家是刺客聂颖娘 聂颖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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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得了最佳剧情片 最佳导演 玩了侯孝贤那个心愿 侯孝贤之前两部片子 悲情城市 还有片什么 好男好女 两次最佳导演 但是正好撞到那个时候 是人在纽约 女人四十 得了最佳片 所以这次 他是第一次得金马 我呢 做了一个对比 金马是给了刺客聂颖娘 香港的金像奖 是给了黄金时代 大陆的金纪奖呢 给了狼图腾 哦 那个 那个 但是大赢家是自学武三 得了三个奖 最佳张汉宇 最佳男主角 对 导演是徐克 得了 比较之下 现在反而是香港 台湾的电影节 更追求艺术片 大陆的金像奖 影响力大弱 你看 一般人家都不注意 也不成为一个大新闻 照理说 内地的电影市场 这么大 现在全球第二 反过来 香港的金像奖 跟台湾的金马奖 受广泛的报道 对啊 而且大陆也受 很大的报道 而且呢 更重要的是 本来不是说 香港文化沙漠嘛 台湾这个是 文化边缘嘛 可是 恰恰香港 台湾的电影奖 追求艺术片 反馈 而且引起大陆的 这个反过来思考 他们觉得 我们这里怎么没有 许安华 我们没有 这个侯孝贤 这样拍电影呢 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 你提出的真是很有趣 我 我也是觉得 按说呢 就是金马奖啊 年年都有人骂 包括咱大陆的 我都听过好几回了 这个 比如说什么 好像巩俐 有一年没得 也是撂下两句什么话 今年这个大胜归来的 那个制片 输给了卖兜 输给了卖兜 他也大骂一通 就说你们自娱自乐的 什么金马奖 对吧 结果反而 未获网友支持 网友就是说 哎 我们拿你当个国产动画 这个好的起点 您还真拿自个儿当巅峰了 对吧 就是 等等 就说 但是尽管你都年年骂呀 很多不满意呀 怎么还就感觉 这个金马奖 就是透着比那个大陆的 比金鸡奖受关注 大陆有什么 百花奖 金鸡奖 华表奖 他百花奖 金鸡奖 这合起来 都叫金鸡百花奖 但是隔年 一年是百花 一年金鸡 怎么感觉是好像 因为 其实这个跟我们前面谈的 合约精神是有关系的 你从整个电影产业来看 香港跟台湾电影产业 走在中国的前 中国大陆前面 那走在前面 他的 现在已经被抛过了 不要说现在 我说一直以来 他发展 走在前面的意思是说 他起步早 一直下来 整个产业发展的早 很多方面都确定下来了 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那个班长 评审 所以前面的 在产业起来的时候 焦点可能放在商业电影里面 后来又 不是了 后来就说 你投了多少心力 来做这个电影 然后呢 每一次的评审呢 都是整个community 整个电影圈啊 的人啊 精神的凝聚 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评奖相对比较专业 比较 他专业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 整个电影行业的参与的人 每一年的凝聚聚起来 再说我们认定 来鼓励哪方面的精神 还有公开 像香港跟台湾金马长 评审 谁当评审 几票 会议记录 你查得到的 你查得到的 OK 你可以争议 可以说 我不同意 你有偏见 可是任何的评长 包括了 诺贝尔 都有一种 叫做专业的偏见 我相信任你的专业 所以你有偏见 我们接受 所以就跟合约精神 是一样的 你可以可信 有certainty 有稳定性 我觉得这样 所以说 每一年啊 可能有些负面的意见 有些慢 有些什么 可是整体来说 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除了这个 自取威虎山 在金马奖 得了一个最佳 视觉效果奖以外 除这个以外 其他所有 他里面得奖的片子 要么还没在内地上演 要么票房不过亿 不过亿 在大陆 就是弱势群体了 三河雇人2900 那个叫什么 聂颖阳啊 6000多万 那个作药剂啊 很多提名 一路陪跑 你看那个猴岛 特别酷嘛 不苟言笑 有的网友就是说 当然票房那么低 他能高兴吗 就这样怎么出现 所以中国内地 现在走到个票